欢迎大家来到本周启示亮光 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是赐下智慧启示 明亮人眼睛 照亮人心田 因为你的道从西安发出亮光 甚至有雷轰闪电 使人走在正道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使我们的心能够得着起名 能够蒙启示 使能够看见亮光 而且走在神道的疆界当中 不偏左右 感谢阿爸父的圣灵 浇灌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领受到从主而来的智慧 知道在什么时候 当如何说 当如何想 当如何做 也当如何行 能够带出神 是为我们创世以先 所已经预备要做的各种的善事 奉主的名成立在我们的当中 是因耶和华 是要造作为要建立 我们向你来呼求 求主你亲自献明 每一个事情 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所需要的这个真智慧 和亮光 愿主你赐给我们 明白情理的心来接受 我们向主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 他所赐给我们的亮光 哈利路亚 愿主使我们的心来顺从 你说凡事心中是愿意的 而且是顺从的 必吃土地的一切的肥美 奉主的名成立在我们的当中 特别是官父要来的这个星期里面 愿神的道 在我们的生命带出一切的造作和建造 我们得了果效 使美好的果效 把荣耀归给天父 又奉主的敏感恩天父 愿你裁你的天使天君来帮助 每一个神的儿女成就 天国的计划 而且有丰厚的资源 临到我们的当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有几段的经文和大家来分享 第一段的经文 半以理书的这个第二章 第28节 开始 因为这个是官父现在的这个季节里面 这光明节里面 神所要带出来的启示亮光 一方面知道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有好好的和神的沟通 睡眠 然后呢 从夜间领受的 晚上的异象 就是一梦的一事 白天打开眼睛 所要领受到的异象 我们要纯迹在心里 按照神所给的 我们就能够什么 把它活出来 以至天国的治理 充满我们的周边 充满全地 但一理书第二章第28节 说明四样的东西 只有在天上的耶和华神 独一的真神 才能够把他所要给的梦 甚至是要给君王的 甚至要给领袖的梦 只有是耶和华神 要和人沟通的这个渠道 就是梦 才能够发生在那个人身上 而且呢 是需要有神的灵 所居住的人 才能够把他是什么 领受下来 然后把他说出来 因为赤下梦的是耶和华神 做梦的是人 可以有神的灵住在里面的 可以是没有神的灵住在里面 沈真掌不断说话 但是他把他的梦 要解明出来 是出于神的灵的工作 而且是要帮助人 得着救恩 得着帮助和丰盛的计划 才弟兄姊妹 你要说主啊我在这里 我的里面有耶和华神的灵 是追逐在里面 大过世界上一切所有的 愿意带出启示亮光 帮助我明白看到 在你的国度里面 所带出来的那个属灵的意识 能够把他一说出来 就能够在地面坐这里 照亮全球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只有天上的那个神 是独一的真神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呢 他是能够显明奥秘的事情 是又深又人明白不来的 人的头脑意识不来 人的知识有限 但是超过神的灵 透过神的灵 他是能够参透万事 把甚至是 人的平常的意念所意识不来的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要把它显明出来 所以是现在是恩典的时期 大家说我接受这个的恩典 我接受这个的装备 因为神要恩待我 使我能够进入 本来不能够记录的 这个叫奥秘的事情 第三点要知道 特别是关乎将来以后要发生的这个事情 神必在他的恩典里面 吃下来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 也让我们能够接受的到 他将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只是 只是君王 也只是地面的人 然后呢 另外一点要知道的那就是 是这一位的主要把它显明出来 是神的新的意 要显出他救恩的意识 救恩的道路 救恩的这个计划 要给人 所以你说主我在这里 在这个季节里面 地球在外面的人 还不能够意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愿你亲自拣选我向我说话 让我知道将来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带领我走在你的指引之下 带出解决的办法 而且能够走在主耶稣的道里面 不偏左右 是不会花跌的路 奉主的名阿们 就在这个心情里面 就这样的走法 以后一走 就是继续走下去 是神要使到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东西 以至到能够讲解给我们的这个人听 因为如果是没有神的介入 人走在前面的路不知将来如何 但是神说 但是神说我是掌管将来的神 我必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属于我的人 主啊我在这里 神要以愿意和他亲密的人来说明 愿你拣选我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里路亚 下一段的经文 真言第十章 从第十八节开始 这里所隐藏怨恨的有所谎的嘴 口处采旁的是渔网的人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尽指嘴唇 是有知慧 义人的识 是乃是高盈恶人的心 所值 无己 是有无样的东西要来提示大家 第一呢 心中里面 因为现在是光明的季节 我们是光明的儿女对吗 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 不要再做事情像以前没有信主那样 这样又遮满 那样又不说 这个只说一点点 然后那个呢就是 好像要扭曲事实 要别人来信 来看到一个是假象 这个不出于耶和华神 也不出于智慧 不能够靠谎言来保护自己 心中里面扭曲的 不被耶和华神所赐福 千万不要心灵里面 隐藏着任何的怨恨 因为这种苦毒呢 这种的智慧 是属地的 属魔鬼的 属私欲的 带出来的是什么 败坏 败坏他自己整个的灵魂体 也败坏他周边的人 包括他的家人 隐藏怨恨的 是不饶恕 是和人有什么 纠结 挂钩 这就像魔鬼的当 圣经提示我们 在一部手术第十章 二十五节 有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什么 怀恨怀怒 道之罗 因为这个要给魔鬼留地步 你怀恨 不饶恕 是魔鬼工作的地方 第二呢 当里面有隐藏 就是说要遮隐 就是罪性 然后呢 他还有什么怨恨 就是那个苦毒 这一个东西 使到你会讲谎言 因为是不愿意承认真理 不承认真理 然后第三呢 口说话的时候 出来是毁谤人的话 这一个 是杀出不好的种子 以后那个壮家回到来 你自己的身上 你必须置实其果 是从那一个的性情杀出去的 是苦毒怨恨的果汁 全部苦毒怨恨的这个壮家 都要回到来你自己的身上 所以要思考 愿神吃下智慧 千万不要那些 来到你自己的身边 然后第四点是什么呢 千万要谨慎自己的嘴巴 诗篇141篇第三节 诗篇141篇第三节 我们看一看 所以我们要有知会 来禁止自己的口 只说神要我们说的东西 不说不应该说的东西 对吧 诗篇141篇第三节 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 把守我的嘴 是只有靠着没有罪的耶稣基督 能够把守着口的不犯罪 不犯罪呢 就没有追逃追拿 没有抢夺 没有来抵挡 没有使你所见的 因为口中不犯罪 这一个是最聪明智慧的人 最有智慧的人 永远不说 自己想要说的任何东西 永远只说 知道神的美意里面 他要说的东西 照说 这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这就是耶稣基督本身 就变成他是没有罪 所以是全方面都得胜 对吧 拜菲利比书出现 菲利比书第二章 菲利比书第二章 从第13节左右看起 因为你们立志 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灵里面运行 围绕成就他的美意 你想要做一些东西 我要决定做这个 是什么成为你的那个感动呢 什么成为你的动机 神是爱 一定是神的爱 神的爱才是永远真正的 做任何事情的动机 出于爱的一定有真理 所以当我们要立志行善 行任何的事情 知道是神在我们心中 要我们做的 一定是优散的这个事情 然后是什么 在所行的事情上 要把守着自己的口 不要发怨远 埋怨 任何的一个字 埋怨的字 从来没有耶稣的份 你要开口埋怨 任何一个人 已经是远离了主耶稣基督 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是他自己保险买书回来 他不会向那个人发怨远的 这个要留意 所行的不要发怨远 也不要起争论 有些人 大家和平相处迷失 他一开口 人就吵起来 为什么 要有主的性情 然后呢 使我们可以无可指责 诚实无为 因为有虚假的东西在 就会起争论 在这弯曲伯妙的时代 我们要做神 无瑕疵的儿女 在这个时代当中 要显出那个光明照耀出来 要显出来 使我们是成为无可指质的 凡是美善神的旨意的事情 把他造作出来 建立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下一个 下一段的这个经文 真言23章 特别是要看第七节 这个要小心的是什么呢 饮食 大家说饮食要注意 这个是注意什么呢 饮食注意什么东西 因为他心怎么样的来 适量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 你心怎么想 你是什么意念充满你 你就变成那种的人 如果你的心充满的是好的东西 你的可应出 就是因为是流出来的 对吧 就是那种的东西 好的东西在里面流露出来的就是好 不好的东西在里面流露出来的 也是不好 一个人怎么样适量 他的为人就是那样 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 他的心 却与你相悲 是为什么东西呢 不要吃饿 饮人的饭 不要贪他的美味 和饿人 就是说 心中不愿意承认真理的人 你和他叫做 吃饭的时候是叫做fellowship 是叫做有团契 有来有往的意思 沟通 彼此的叫浇灌 如果他浇灌给你的那个东西是恶严 就是说他看东西 看的东西就是 做恶的要做 不好的要做 就是 左门 左旁 就是说 全部的那种 歪曲的道 他都去做的那个 他的饭 你不要贪他的美食 因为他的心是怎么想 他是那一种的人 所以是怎么样呢 要和心轻手绝的人 一同有团契 所以我们吃喝是吃什么东西呢 吃喝是吃耶和华神的道 圣经说 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饮食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中所处的每一句话 那个要吃 你所吃的那一点点食物 如果是吃恶眼人的 你必要吐出来 为什么呢 你所说的干美的言语 也必要落空 因为是什么 没有那种的心田 可以来接受神的道的浇灌 来带出公义的壮家 这也是枉然 奉主的民族弟 孙子妹 是找到美好的平台 就是什么呢 美好的土让田地的人 你大大的就是把神的种子 插到里面 大大的来祷告浇灌 带出来的是公义术 你看见手所做的功成功起来 耶和华是建立 我们手所做的功 是这一类的功 奉主的民 成就在我们的环境和周边 奉主的民 阿们 阿们 下一个的经文 传道书第八章 第五节 从第五节开始 凡遵守命令的 必不经历或患 智慧人的心 能辨明时候和定理 意思说 我们可以靠着参考 里面圣灵所给的真理 我们可以什么 做一个好的决定 因为知道从我们的生命要出来的每一件事情 要来的这个心情要做的这个决定 每一件的事情 我们定义要看到神的旨意里面 顺全可喜悦的旨意里面最美善的事情 我们要那一些行出来 定义就是在这个方向行走 一定不会插错 Hallelujah 已经说明了我们遵守神的道走在他的道的将界当中 必不经历或患 神告诉我们这个心情里面 远离或患的陷阱 远远的离开 来辨明神所给我们的定时 还有他所已经定了的那一些运作 神照他的公义和慈爱 一定有公义慈爱的律 顺着那个律去 一定走在神加美江线 得着产业安然居住的地方 也要记得是什么 你所经历的在你的生命的环境当中 真的是个人各从其类 不同家族遗传下来的 有盈累的地方 下来的也有美好承受出来的果汁 你就是在那个的环境里面 这个时候各样的事物要成就 都有时候还有他的定理 人的苦难重要在他的身上 那是怎么样呢 你在你的环境里面 你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切呢 大家说靠着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凡事什么呢 你无论在是怎么样的环境里面 每一样的事情 都有神为他定一个叫最美好的时间 要把他最美上的要彰显出来 那你发现还不是到那个火候的时候 不是到那个时候 千万不要冲钱 也千万不要自把自为的 要看到以为美的事去做 美的事情 在不是他的定时里面 不为美善 一定是什么 按照神 要照旧众人 他认为对大家全部最美好的那个时间 所以要有成熟度 要有那个分量和火候 那个时候 你要知道 神是四次爱守约的 他必带出来 你要让他成为把这个事情带出来的那个器皿 不要自己照做 那是靠神 赐给我们的力量 忍耐的凤主的名当忍耐 阿们 持守的凤主的名当持守 阿们 因为时间一到 耶和华的时间定时一到 照着他美善的性情 他所运作的律 全是真美善的真理和爱的律 一定把他带出来 奉主的名 最美好的计划 成立在我们 每一个恩宠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和家庭当中 还有每一个在我们当中 是看到这个真理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看下一个 《使徒行传》第五章 第29节彼得说的 彼得和众圣徒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他们当时面对的 好多一堆的人 是来攻击 就抵挡传福音的这个事情 甚至抓了这些门徒去奥打 但是他们是什么 是放了出来 仍然是说什么 人当顺从神 因为在上有神 人当敬畏耶和华 就是你尊重 他要多过于人 人的脸面 人的情 你要尊重神 顺从的是神 你可以听到有不同人的声音 不同人的意见 你可以有 我们知道甚至是谋略 策划谋略 多人一同的来 同谋有策略 这是成功 其中的一个律 多有人同谋 可以多有成功 但是同谋者 若是按一按计划同谋 他们虽然暂时 可以有成功的这个地步 但是呢 却是进入死亡 并不是承受地面的 平安的产业 也不是丰盛 也不是健康 这一个是祸患 但是如果你说 我们要承受产业 多人起来 同心和意的商讨 一起来做 是可以成功 是 但是凡是要叫做耶和华 因为能够使这个东西成功的不是人 仍然不是人 神说是我的旨意 要成立在地 如同在天 所以人可以起来以仁义 建立人的计划 可以成功一时 至终没有永恒的根基 所以也一定垮 一定倒 好多的生意 也是这样 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至终都是什么 倒塌 因为是人的根基 但是出于神的根基 顺从耶和华神 祂的国度是永恒 祂的真理所带出来 给你的根基 让你建造在其上的 必然是可以存留 也能够使到你 得了那个产业 得了那个生意也好 得了那个好的东西 能够持续留在你这里 也得是出于顺从耶和华 祂是我们的如火一般的保护 祂说我将我自己 还有神所赐给我 所得的产业 是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求主为我持守 我常把耶和华 摆在我的面前 让他来带领我 我顺从他 必走在生命的道路 因为神使我 必不见朽怀 因为耶和华神认识 义人的道路 要使我们走在生命的道里面 也有丰盛的言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个才是我的份 阿们 阿们 下一个 我们看下一个经文 使徒行传第十章 三十八节 神是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 高拿撒乐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流十方 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同样的主 已经 我们的神 以圣灵也是恩告了我们 要去传福音给灵力贫穷的 要来残果 就是帮助医治那些 是有患病的 又把那些是坐牢里面困着的 心灵情绪 意志思想 魂的层面 灵的层面 甚至是身体 有的是坐牢的 都要能够把他们释放出来 而且要把那些受压制的 把他们带到有自由的地方 现在是要来宣传 耶和华神 这个西年的这个时候 阿里路亚 今日这个经文是 成立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 恩告拿撒乐人耶稣 我们就要什么 接受这个的恩告 大家说我今天接受 从耶稣赐下给我的这个恩告 把主的亮光真理 主的生命 能够散发出去 散发出耶稣的心香 是治理死亡的律 带出生命的律的运作 在我的这个 要来的这个心情里面 我宣告是生命 我宣告是被真和生产 仁义的奉主的名废除 黑暗的计划奉主的名废除 神计划而来的奉主的名成立 在我的当中 阿们 感谢赞美主 主与我们同在 主与我们同在 还有一个经文出现 是这个真言第20章 我看看 20章第10节 20章第10节 真言20章第10节 两样的砝码 两样的神斗 都为耶和华说 真物 凡事叫做不同 不是神所带来的 这个是 对这个人这样 对那个人那样 明知心中有一个叫偏心 就是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蹭 你的那个天平 不平 意思说 偏一边 道一边的意思 谁能够说 我洁净了我的心 我脱离我的罪呢 千万不要自以为义 也不要以为自己 是靠 我现在什么都可以 我是清洁了的 因为你心中里面的丑算 是否有两个法码 一个属神的 一个属罪性的 然后你就是按着属罪性的 对人一定有偏离 你按着属神的 对人一定有 正确的这个真理的待遇 不可以心中 偏 就是亏待一个 不接纳一个 特别是在神的家中里面的 两种的法码 两种的身体 是为耶和华说 真悟的 他必不喜欢这个的事情 阿里路亚 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政治 都显明他的本性 这个孩童不是只是说年幼的小孩 属灵里面 属灵里面 我们知道老约翰 老约翰写约翰一二三书 他有提到 是孩童的心 对真理 还是刚刚掌握 不太知道真理 这个人可以五十岁 这个人可以七十岁 这个人可以三十岁 刚刚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 对神果度的运作 他的道理和做法还不清楚 但是对世界的这个道理 做法和风俗习惯 确实非常成熟 这个时候 要知道呢 一个愿意得救 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 要显明他里面的那个本性和那个的本质 我们祷告是出于神所生的 出于圣灵 和神的水 就是神的道所洁净 有圣灵充满的人 我们祷告呢 是成为清洁的儿女 行动要正直 显明 耶和华神的本性 而且要进到成熟的地步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爸爸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 感谢你赐下有启示有亮光 愿天父你亲自引导我们走正直的路 因为在其中必有医治 必有安舒的日子 奉主的名领道 因为我们悔改离开恶行 愿意有智节的心 在神的大户人家 是要做尊贵的庆明 奉主的名之父 从这个光明节的这个季节开始 在恩宠教会里面所培养出来的 心之里面是做一个尊贵器明的人 把荣耀归给天父 愿你的圣灵浇灌充满 带领我们在这个要来的这个心体里面 为主而活 带出主你自己一切荣耀的光明 愿你果度降临在地如同在天 哈利路亚 我们把一切的敬拜尊颂 一切的赞美 都归到我们的阿爸天父名下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 这个的本周启示亮光 我们下次再见 有更多从天父而来的 本周启示亮光 欢迎讨论